谢爸爸没想到儿子染疫并发脑炎病逝 生命提早划下句点 不要再让下一个小孩子的不幸的事情再发生 原来三岁男同默默 十六日发烧到三十八度 到医院PCR柴检 医师叫家人带回家观察 隔天高烧到四十一点三度 四肢抽搐筋卵脑水肿 又到医院排两小时看诊 二十号脑炎病神精性修课病逝 医生要看着这个孩子 最少要到两三点钟 你要与病毒共存 做好保护这些没有接受疫苗的儿童 家人悲痛喊话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共存牺牲者 但在云林也有一名六岁男童 二十一日发烧三十九度 深夜呕吐出处 纵一烧到四十二点七度 快晒阳性 截至目前国内儿童染疫后 并发脑炎已累计七例 重乡科医师苏玉峰 引述香港最新研究 孩童染OMACROM BA.2 死因多维脑炎 特别注意出现热精卵 发生率百分之十一点六 十之八九在他们发生重症前 都几乎有出现这个癫痫抽筋的症状 为了防范儿童重症 主规中心订定儿童临床 处置相关指引 专则ICU病床 从二十一床增到最多一百一十一床 并助于抽血检验项目 以及头部影像 老朋友都是我们的宝贝 专者的ICU 现在又把它增强 五月三十四 第三万剂的辉瑞的儿童 进行的疫苗也会再到 政府订定处置指引 加速儿童疫苗接种 亡羊补饶 希望降低孩童重症死亡率 却姚立强 杨宗燕台北报道